其实我有时候特别想跟大家聊一会儿天 你知道吗 我特别想跟大家聊一会儿天 行不行 聊一会儿天行吗 因为我这一次 其实我的感触和他好大 你知道吗 支持的感触特别大 因为现在呢 我们在户外确实流量也挺大的 录音官方也特别支持我们 流量 流量也挺大的 然后又有好多的 可以啦 就有好多的这个 好多的人 来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你能吗 你挡住我看我自己的漂亮的脸 你能不能聊我天下吗 就是因为这一次 这段时间是流量在户外 真的流量很大 然后很多人 就是从好远好远的地方 就来到了我的现场 特别想要上我的舞台 其实有时候我看到他们的眼神 我真的 我特别感动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自己就是这样子的 其实就像他们现在来到现场 就像我以前去参加选秀一样 可以很多人也知道我参加过选秀啊 参加过以前大学的时候 参加过超级女生 参加过超级女生 我要去海选 哇 等了好久啊 真的 你知道吗 其实现在就上一个小小的选秀 你们的清唱就代表了 真的 我们以前参加比赛都是要清唱的啊 那时候我也没经验 参加超级女生的时候 我还小 我才二十岁 我去参加 我没经验 我也不选啥歌 然后就海选都没有上去 海选没上去 然后 然后后面 慢慢就参加很多做比赛 在广西的时候参加好多好多比赛 那时候我还得过好多名次呢 那时候得过好多好多名次呢 那时候得了那种 参加过另外一个比赛叫做 百事新兴比赛 是当时候很大的一个比赛 然后那时候我也参加了后 我得了一个广西第一名 然后我党西第一名 我又去到香港 见了好多的明星 那是我从小到大 第一次见明星啊 就是他们那些蔡依林老师啊 陈冠希老师啊 就是这些超厉害的 那些香港的明星 我们都见了那时候 然后又去 二十多个人选了全国 又来选 我又选上了 最后选了四个人 我又选上了 然后又去北京参加比赛 就一轮一轮 然后当后面的 我参加中国孟之声 然后我为了在那里 等那个海选 然后等了一天一夜 因为太多人参加了 你知道吗 因为太多人有他自己的梦想 我就是特别理解他们 等了一天一夜 然后就等了一天一夜 去参加那个海选 所以我就特别有经验了 你知道吗 我那时候特别有经验 所以我选的歌也选对了 一下就选中了 一下就选中了 然后就到舞台上了 然后一轮一轮 又是一轮一轮的选 一轮一轮的比赛 其实真的是我 都是我很宝贵的经验 也是这些经验 让我也知道 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做现场 所以很多人说 我凭什么 我有拥有这么多粉丝 我觉得 当然 我不可否认 每个人都很努力 但是我也是努力的那一个 我是幸运的这一个 也是因为我有这么多年的 这个经历 我觉得 所以我在舞台上 我能够游刃游约 能够空住场 现在很多年轻人 其实他们都很努力 但是有时候 他确实是需要一个时间的 沉淀的 需要一个时间沉淀 只要你用心的去做 要 再坚持 其实一定会坚持 到后面总会看到希望 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我特别信任 真的 所以 所以他们有时候 你就看到他们海选的时候 譬如说我们在下面盲选 让他们清唱的时候 很多人就不知道唱什么歌 然后也没准备好 我就想到我自己比赛的时候 那时候清唱也是这么清唱 所以 我觉得没有人是随随便便成功 而且 能够一直 一直成功的 他一定是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